这里是我爸妈的房间 然后他们就非常有条理的 把所有照片全都整理在这里 就我爸是那种 怎么说呢 我自己来讲的话 就是那种最原始的PS 有一张是挺有趣的 想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他会自己去剪这一些照片 然后把它放到别的照片里面 就是一种非常原始的PS手法 我觉得 同时关系还挺对的 对 四岁之前我倒觉得他画得挺厉害的 四岁之后我自己开始学画画之后 我就觉得其实我也可以画 所以 想要学画画的那个冲动 其实是因为看到龙珠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说动画是什么的 每周去上演工上一次课就会画一张画 我爸就每画一张都帮我贴上去 我觉得不是工作的时候画画是最开心的 我现在就是在想 一个四个人的画画画是最开心的 混戰到底要怎麼樣去弄 畢竟我沒有學過八級 還有太極 我又想在實戰裡面能夠用得上 所以就只能夠不斷地排查 覺得這個動作可以就先 完完全按照資料的鏡頭 先畫下來 那麼到我要提取信息的時候 這裡就已經限定了一個範圍 我開心就這麼晚了 你其實可以全部拿去 這個動作出來 其實是一個旅行的 其中一個都在這種地方 寶貝拿起來 還要是一直在水 就這樣把水煮出來 一塊水煮出來 看水煮出來 這顆水煮出來 我用來吃太多了 你讓我看你看得不淚 看到了 哎呀 怎麼樣 反正都引到 點穴的那裡 寫到一個好的燈焦點 這世界很酷